新北市近年来积极推广万里蟹品牌 所谓的万里蟹指的是万里区所出产的三大蟹 包括了花蟹、三点蟹以及时寻 而现在如果想要吃蟹 花蟹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位在龟吼渔港内的餐厅业者就表示 因为地理之变 鱼火一上岸就直送餐厅 所以绝对新鲜 只要简单的清蒸 就能够吃到花蟹的鲜甜海味 近年来因为新北市积极推广万里蟹品牌 许多人想要吃蟹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万里 而所谓的万里蟹指的是万里出产的三大蟹 包括了花蟹、三点蟹以及时寻 虽然老头们都知道吃蟹最好的季节在秋天 但其实现在到万里的龟吼渔港 已经能够吃到美味的花蟹 渔港内的餐厅业者就指出 因为地理之变 所以他们的花蟹都是渔船捕获后 每天新鲜直送 凌晨船只回来的时候 他会在大概九点多的时候 他会请水车在老店里来 然后以刚养殖的方式 放在我们的浴室里面 保持它的新鲜度 对 所以才不会说 导致说回来的螃蟹不新鲜 或者说甜度啊 什么都会变化这样子 新鲜的螃蟹该怎么吃 懂得吃蟹的老涛一定都知道 清蒸是最能够品尝到 鲜甜海味的料理方式 但顾及不同客人的喜好 餐厅业者也会提供 不同口味的螃蟹料理 像是这道螃蟹麻油面线 独特的台式风味 同样广受客人的喜爱 我建议以清蒸为主啦 那如果有的喜欢吃重口味的 我们可以做盐酥的部分 或者说冬天到了 我们做个麻油的部分 也是都OK的 餐厅业者表示 虽然现在还不是真正的产蟹季节 但像是花蟹一年四季都有 所以想要吃蟹 来到万里 随时可以品尝到鲜蟹的美味 如此满满一桌海鲜料理 物美价廉 绝对能够满足爱吃海味的老韬 挑剔的味蕾 记者杨坊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历室或优势的体制装 уди